姜濤自覺對不起姜濤 預告4月30日推出個人品牌 姜濤昨晚為西舊音樂節演出 狀態大勇的他努力跳唱合共六首歌 他在show後坦然緊張了一天 因為太久沒見粉絲 大合唱的時候還感動到眼濕濕 問到有什麼想跟姜濤說 他就表示這段期間曾經受過不同的批評 覺得很對不起粉絲 因為他們同樣受到很大壓力 希望自己未來會令姜濤感到更驕傲 提到早前飛到日本進行big project 姜濤終於揭曉 將會推出自家服裝品牌 還希望能夠在4月30日生日的時候推出 而品牌的名字他就表示暫時不可以透露 年底外地舉行婚禮很多贊助 湯樂文婚後可以拍咀戲 但是不給摸 馬國明在元旦日向湯樂文求婚成功 靚湯一直忙於籌備婚禮 今天他出席活動的時候被追問婚期 他表示已經進行得差不多 是他們之間的小小秘密 還透露一開始已經計劃在外地舉行簡單又小型的婚禮 應該會在年底舉行 因為他們都很怕熱 免得行禮的時候大汗突小汗 靚湯也很感謝大家的幫忙 慶幸獲很多不同贊助聯絡他們 對於馬國明在劇集隱形戰隊 和唐詩詠的親熱氣氛 有指他在家已經打爛了幾部電視 靚湯就說大家只是趕一下笑 他也只是看過預告覺得很搞笑 還相信拍攝時很瞎 因為馬明會怕女生介意比較大壓力 他又承認有談過婚後可不可以拍親熱氣 馬明就說可以親親但不可以拍摸